美女的胸口上长了一颗痣 她担心是癌症赶忙去医院检查 医生让她解开衬衫查看 但是一个年轻男人也站在旁边 这让马吉有些犹豫 直到男人主动介绍自己是实习生 马吉才放下心来解开了扣子 但这男人根本不是啥实习生 而是靠关系混进医院推销的药品代销 马吉在医院外又撞见了男人 看见了他车里满满当当的药物 立刻就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杰米反应过来后 马上道歉 挨了打也不生气 还笑着邀请马吉喝咖啡 他自信凭着一张帅脸一定会被原谅 但这次他失算了 吉米还不死心地叫着 说自己可以重新解释 但马吉只留下一个 比着国际友好首饰的背影 这反而勾起了吉米的兴趣 所谓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尤其对于吉米这种 无往不利的情场老手而言 他还从没遇到过撩不到手的妹 即使是从未有过交集的高冷美女 他也自有妙计 因此在马吉身上受挫 反而激起了吉米的斗志 他下定决定要拿下这个辣妹 虽然他知道 年仅26岁的马吉患有帕金森 但他只在乎他长得好看 吉米靠和小护士调情 成功拿到了马吉的号码 然后打电话过去再次道歉 马吉的笑容带着十足的嘲讽 得知吉米是靠和护士的关系拿到号码 心中的不屑更深 但他竟然答应了吉米的邀约 吉米还想着来几句花言巧语 循序渐进把人骗走 但他万万没想到 马吉一开口车步路就往他脸上压 吉米算是听出来了 马吉这老司机架龄比他长 他知道吉米只是想玩玩 但他不在意因为他也一样 两人一拍即合 马上就随便找了个房间探讨人生课题 而且从这以后他们就经常见面 每次都直入主题 但两人都没想到的是 吉米会日久生情 这个长相酷似安妮海瑟威的大美女 年仅二十六就换上了帕金森 稍微一紧张双手就会止不住颤抖 因为这个病 即使他美若天仙 以往的每一个男友都选择了和他分手 因此马吉选择再也不相信爱情 只想和吉米寻欢作乐 但吉米却不满足于此 原本说好两人不谈感情只谈生理 但他日久生情 两人见面时偶尔的交流 成了他最热切的事 看着马吉的眼神不再只有欲望 而是充满了爱意 他试探性地暗示了自己的想法 马吉却表示婉拒了好 虽然如此 两人的关系却越来越近 一向都是吉米等马吉电话通知他事情 但这天他主动找上门 还带来了一袋好吃的 这天晚上两人促膝常谈 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 从原生家庭聊到初恋情缘 就是没有聊不健康的内容 但两人都感到了许久未有过的满足 这种仿若灵魂共鸣般的美好感受 让杰米更加确定了自己对马吉的感情 但是就在两人度过完美的一往后 第二天一早 马吉突然提出结束两人的关系 他知道杰米想要什么 而他不敢赌 赌这个男人是个例外 不会因为自己的疾病而放弃他 杰米的自尊让他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 与马吉道了别 但实际上他根本做不到 在与马吉分开后 这个情场浪子第一次尝到了失恋的感觉 杰米在酒吧借酒交仇 又借着酒精打电话给马吉 对方却依旧不给机会 一听他的那些绵绵情话 就果断挂了电话 就算热脸贴了冷屁股 杰米还是不愿意放弃 不接电话没关系 他直接找上了人 再次向马吉表白 希望和他认真开始一段恋情 但此时的马吉正准备出远门 最快也得一天 没时间听他的少年怀春就上了车 杰米一不做二不休 决定就在原地等马吉回来 在车里睡了一晚 第二天傍晚 马吉一下车 就看见杰米已在车边注视着他 他的心终于软化了 或许自己可以再赌一次 两人就此开始了交往 情场得意的杰米事业 也迎来了成功 公司研制出了一款男性福音药物 杰米一眼就看出这款药的前景 他揽下经销权 在他出色的推销能力加持下 这款药一下名声大噪 他也一跃成为公司销惯 收入很快翻了几番 他原本就受女人欢迎 如今更是成为了香波波 但今时不同往日 海王已经上岸 杰米心里只有马吉 而马吉也是一个极好的伴侣 他敏锐地发现 杰米因为从小被父亲忽视和否定 从来都没有自信过 明明业绩已经很好了 在打电话告诉母亲时 却还要报一个更高的数字 马吉便温柔而坚定地告诉杰米 这是杰米生平第一次 有人如此坚定而真诚地肯定他 更何况这是自己的爱人 他对马吉的感情越来越深 甚至第一次说出了我爱你 过于激动导致他几乎喘不过气 但就在杰米以为幸福触手可及的时候 老天还是没有放过他们 马吉的帕金森加重了 他的手抖得越来越厉害 身为摄影师 却连最基本的裁剪相片都做不到 26岁的女孩患上了帕金森 这天马吉独自在家 病症却再次发作 他好不容易用颤抖的手拧开瓶带 却发现药瓶已经空了 等到男友吉米回到家 他已经瘫倒在床上 而吉米一时间却没有发现他的异常 对自己的厌弃 已经对白天发生的事情的无助 让马吉忍不住阴阳怪气 接着两人顺理成章地开始吵架 杰米一怒之下摔门而去 但听见里面的马吉因为手抖摔了杯子 然后开始哭泣的时候 他还是回头了 杰米拥抱着马吉 让他和自己一起去芝加哥出差 他就可以一直待在他身边 不会再出现今天的情况 在宴会上 杰米也遇到了一个老头 对方注意到了马吉的帕金森 因为他的妻子也得这个病几十年了 杰米便问他有没有什么经验分享 老头却说 他唯一能给的劝告 就是杰米放弃马吉 重新找一个健康的女人 未来他将会失去所有自控能力 连给自己穿衣服也做不到 杰米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晚上 他偷偷上网搜索帕金森的相关信息 然后开始带着马吉四处求医 但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结果 两人脸上的笑容却越来越少 终于矛盾爆发了 马吉不想再治了 杰米脸上的心虚 两人都明白 马吉再一次提出分手 而杰米也找不出拒绝的理由 只能收拾东西离开 之后他也一直联系不上马吉 两人再次见面时 马吉的身边已经有了另一个男人 即使他根本记不得对方的名字 而杰米也得到了晋升机会 即将调往另一个城市 眼看着两人的故事即将走向终点 他们却都没有开口挽留 对于不确定的未来 没有人有确定的勇气 就在杰米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之时 他翻到了和马吉热恋时的录像 看着里面爱人的笑颜 听着他用熟悉的嗓音诉说爱意 杰米的心中五味杂陈 终于他做了决定 不管前路有多艰辛 他还是想与马吉携手共睹 杰米打听到马吉今天就要离开 于是连忙开车去追 不惜直接拦下大巴车 然后冲上去 请求马吉和他谈一谈 就在一车老太太老大爷的注视下 杰米对着马吉深情表白 马吉立刻反驳他不需要 眼泪却控制不住地落下 他知道这段感情对杰米是不公平的 他注定会付出更多 但杰米却说自己愿意照顾他一辈子 马吉终于被打动了 他扑到杰米的怀里 两人紧紧相拥 他们不知道如果在一起 未来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但他们无比清楚的是 如果此事放开对方的手 那么将会是永远的悔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